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天看到报纸说 其实肿瘤已经开始年轻化 尤其看得到无论是乳癌 现在看得到很年轻的少女 都会很容易患上 或者其他的一些肿瘤科 其实趋势都开始年轻化 我们的食尿是否真的可以帮助呢 不要管那么多 总而言之吃得好些 对身体一定是好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说真的不幸 有了肿瘤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吃什么的食物呢 来到可以帮助自己 可以去抵抗这个癌症呢 这个这么环固的疾病 大家听到都很害怕的 根据一些资料看到 中医就觉得如果真是不幸 患上这个肿瘤科 其实是吃一些偏良的食物 是会比较上是好些的 就是对病情可能都会有帮助 当然这个肯定是个别情况而定 大致上来说 吃一些偏良的食物 其实是有助控制肿瘤扩大的 反而偏热的食物 就会令到肿瘤去扩散的 好了 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食物呢 会叫良叫热呢 总体来说 食物其实是分了四大类 叫四性 性就是种类 性别的性 就是这个温、热、寒、粮 这四种的 其实怎样分这些什么食物呢 是热、什么食物是粮呢 其实是好看个人的 不是说一定吃羊肉 一定是醋 吃西瓜 一定是粮 其实好看个人的体质 兼同当时的时间 是冬天还是夏天 吃了羊肉之后很暖 一般人来说 就觉得羊肉就是一个热的食物 羊肉就是一个热的食物 夏天热到全身汗 一回到家 开个雪柜拿个西瓜来吃 西瓜就是粮 其实这些都是一般 我们在人生的经验下来 就是将这些食物 是分类了它是属于粮 还是属于热的 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决定 好了 说回自己的身体去决定 所以你就一定要了解 你自己根本是属于寒底 就是寒粮的底 还是属于瘟热的底 好了 根据看到的资料 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寒症的 就是寒粮的人 你会常常都会觉得 手脚就冰冷的 很冷的 尤其是冬天 很多人就说 哇 这只脚就真的走到尾痘那里 整半个小时都暖不了 整天都口渴 喜欢喝热的东西 就是不喜欢喝冷的东西 一喝冷的东西下去就不舒服 小便的颜色就是淡 而且亮多 大便就是稀薄的 面色就蒼白 整天看下去都好像不够睡 精神不好的 还有新陈代謝 就必然会是慢下来的现象 这些是属于寒底 那热底的人又会有什么反应 热底的人就很热的 就是整天都好像很多汗 发热 又很怕热 就是人人都觉得冷 你都觉得很热 那就口渴 整天都要喝水 尤其是就喜欢喝一些冬的东西 就是喝热的东西不舒服的 喝了下去更加热 那小便就是黄色 还有有时会带深蝎色 那当然不是血 是深啡色一点的 又亮少 便秘 还有面色就很红的 脾气就很暴躁的 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叫热底 如果热底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不要再吃一些温热的东西 即是醋热的东西 吃了下去就更加热 寒底 也就是了 不要吃那么多寒凉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更加口淡淡 更加没有精神 也有一些食物是属于瘟性的食物 例如哪些是叫瘟性的食物 例如就是少少酒 当然不是烈酒 不是 是瘟烈的食物 不是瘟性 刚才我说错了 瘟烈的食物 是羊肉 鸡肉 牛肉 火腿 海心 龙眼 荔枝 土 樱桃 木瓜 南瓜 红萝卜 大白菜 黄豆芽 红棗 糯米 红糖 等等 这些都是醋或者热的食物 或者我们叫它有瘟烈性的食物 好了 平性的食物 又是哪些呢 平性的食物呢 即使它又不会很热 但又不会很凉 即是平衡一点 有猪肉 猪心 猪神 鵝肉 牛奶 苹果 葡萄 还有白葡萄 即是青葡萄 蜂蜜 米 玉米 花生 蚕豆 芝麻 红豆 这些一般 我们都说它是一些平性的食物 那什么叫寒凉性的食物呢 寒凉性的食物呢 就是鸭肉 蛋白 蟹 海带 紫菜 西瓜 香蕉 莉 甘蔗 奇果 羊肚 竹筍 冬瓜 黄瓜 絲瓜 虎瓜 黄豆 豆腐 芹菜 菠菜 菠菜 金针 茄子 莲藕 蚁仁 茶叶 绿豆 和盐 醬油 白糖 这些一般都是属于冷凉 或者是退火的食物 即是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 好了 刚才我不是说过呢 就是说如果不幸運 真的患了是有一些肿瘤的朋友的时候 那是吃一些偏凉的食物 对吧 好了 偏凉的食物 我有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 寒凉一些 比较偏凉一点的食物 比如说在谷类里面 就是有小米 小麦 大麦 和桥麦 如果是豆类的就是绿豆 好了 食用油就是生麻油 如果是饮料方面就是绿茶 如果是蔬菜 就可以食海带、海藻、紫菜、竹笋 空心菜、油菜、菠菜、芹菜、金针菜、虎瓜、黄瓜 丝瓜、冬瓜、番茄、茄子、萝卜 这些都是蔬菜类的食物 那水果有些什么 水果是偏凉一点的 刚才又说了 西瓜 林茄、甘蔗、香蕉、羊土、柚、桔、橙、梨、琵琶、罗汉果、无花果 那在肉食方面有些什么 就是 吐肉 我想我们香港人就很少吃吐肉 外国是有些人吃吐肉的 就是鸭、鹅 其实这里大家也不知道 资料显示就是这样 但有些人就说 如果是有肿瘤科的 其实就不吃家禽 因为家禽那些 譬如是鸡肉、鹅、鸭那些 其实又对肿瘤有扩散作用 这里大家又再可以拿多些资料 互相交流一下 水产类的食物 刚才又说蟹 其实蟹也是有少保留 因为有些人觉得蟹是毒的 就是比较毒的 还有也说有些鱼 如果是没有鱗的鱼 其实也是毒的 我想大家可以因应自己的身体再去决定一下 鱼当然 中国人一般来说都是喜欢吃有鱼的鱼 没有鱼的鱼 又觉得是比较 就是属于是毒的 比如有些人说做手术 那些都避免都是不吃的 尤其是生鱼那些 就是很多时候做完手术 都是要很长 就是起码都要等伤口埋光 才吃 如果不是又会缺生鱼 这些都是很普遍一般的 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 反而那些人会喜欢煮山斑鱼 就是吃鱼的时候 用来煮汤 就是说山斑鱼是滋阴的东西 其实就是帮助一些看药的人士 可以加强它的速度去复原 我刚才说了一些寒粮食物 就是说在这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都会接触到寒粮食物 好了 平和一点 温醋的那些就很可能 不是那么多人可以接受得到 除非真是很寒底的那些 一般来说 我们是否平… 譬如无事无干 真是很幸运大家身体都很健康 那是否多些吃一些平和的食物 令到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身体都这么好 又不会太过醋 又不会太过寒 刚才就是因为一些肿瘤科的病患者 他可能会吃一些偏寒的食物 我们一般人来说 譬如说是平和一点 正常一点已经可以了 那会不会呢 好 那我们又说一下什么叫平和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食物 譬如说 鶴类的食物 就有玉米和乙米 叫乙仁 豆类的有黄大豆 黑豆 红豆 毛豆 蚕豆 白扁豆 碗豆 和碗豆 食用的油就是花生油 纯正的花生油 譬如调味品 其实可以加少许蜜糖 蜜糖都是平和的 有些人很喜欢 尤其是天气冬的时候 早上起床喝少许蜜糖水 不过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聊天说 蜜糖水如果天天喝 其实又很容易便秘 看看吧 因自己身体去决定 如果说饮品方面 其实如果是牛奶 豆浆 那些都是很平和的 蔬菜平和的就是 糖糠 薯仔 芋头 蘑菇 香菇 木耳 其实我听过人说 尤其是女性 木耳是非常好的 不妨可以用多些木耳 在平常的送菜里面 就是 灵葛 莲藕 另外 水果 是什么叫平静一点的水果 比如苹果 梨 酸梅 鳳梨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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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子 干那方面有些什么呢 就是有芝麻 梟子 糍实 大棗 南瓜子 西瓜子 栗子 花生 原来他们说要煮熟的花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大粒 是用来煮熟的 不是普通的小粒 我们在超级市场买 用来平时吃的 是要煮熟的发生 肉食方面有些什么呢 就是猪肉、牛肉比较平和 鸡肉、鸡蛋那些都是比较平和的食物 海产类有哪些呢 海产类有乌鱼、黄鱼、比目鱼、曼鱼、泥秋 淡菜、鲍鱼、海洁、海芯 这些都是海产类比较平和的食物 但其实这些资料显示 反而平和的食物是比凉的食物 和热的食物是比较多的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即使我们选择多些 我们买菜或选择食物的时候 其实有多种类给我们选择 这是非常好的 譬如我今天不吃白菜 我就吃另一样菜 有这么多菜吃 又可以用蘑菇、煮肉、木耳也行 这也是一些食疗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要注重健康 在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得心应手 选一些对自己有益的食物 让自己身体健康 和家人都身体健康 我今集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